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差一點 好像答對了耶 恭喜你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又答對了 請說 我每天去吃你的愛玉 這麼容易先吵 然後我已經知道 價錢是什麼 這因為我位子不好 我在第五個 很奇妙耶 問我什麼時候才吃得到 邀進哥 等一下 恭喜你答對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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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肉 怎麼要開對了 幹嘛又開對了 對啊 今天美味大搜查 要推出的是 台南淡仔麵 以及韓式銅盤烤肉 火烤兩隻的雙重享受 是銅盤烤肉 能夠受到青睞的最大原因 但是你知道 韓式銅盤烤肉要怎麼吃 才能夠吃到烤肉的鮮美滋味嗎 傳統口味的台南淡仔麵 是台灣最普遍的小吃 鮮美的湯頭 香氣實足的肉燥 就是它的好吃秘訣 今天全能美食秀要告訴你 怎樣吃才能夠吃出 台南淡仔麵的最佳美味喔 另外特別企劃 要推出的是 吃到飽料理大集合 不管是中式的快炒 日式的燒烤 還是義式的搖烤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喔 嗨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他是哪位天后玉芳 他是台北小偷 網邀請 你現在所收看的是 南大鴨山豪布林 唱完了 他也是 全能美食秀 禮拜一到禮拜四 你不知道該吃什麼的時候 怎麼辦呢 看我們的全能美食秀喔 那如果我週休二日 禮拜六 禮拜天 要出去玩 但不知道去哪裡玩的時候 那就通通都來看 全能美食秀 對 全能美食秀提供了一個 全新的美食資訊平台 我們那個 讓你從週一到週日呢 都不用擔心每一東西吃 每一地方玩 當然呢 我們這節目還邀請了 中港台 以及各族群最火熱的 這個俊男美女 一起來上節目 品嘗美食給你看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第一位特別來賓 是誰 就是我們的新潤華丁女王 小潘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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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告訴你製作單位找我來是對的 因為我品嘗了 國內外各地的美食 對美食非常有研究 今天為了要來上這個節目 都還沒有吃飯 所以我今天一定會盡全力的 來搶答題目 但是我也會注意我的思想 因為小鐘呢 上次來的時候就吃了 流了口水在這邊 所以我會注意形象 謝謝 謝謝 好 希望接下來一定不要緊張 歡迎這位也是客家族群的 客家KING 客家KING小鐘 歡迎小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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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餓 我今天一定要知道 好 接下來是未來唱片的新人 賴雅妍小姐們 賴雅妍小姐們 大家好 不要怕我這麼瘦 我非常的愛吃 我已經餓三夜三夜 好 好 接下來是新人類的主持人 得了腦震盪的這位郭世倫 我告訴你 就算得了腦震盪 人免不了至少一吃 我今天一定要吃片 全都沒食秀食物啊 好 接下來的還是這位 得了關節炎的高山風 好 介紹上午我是體質高山風 我思過代 我吃過海 非常歡迎五位特別來賓 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最終這句話我非常欣賞 我們希望這個圈子裡的同仁呢 都能愛惜自己身體 是 或者是愛惜自己的名譽 不要像剛剛那位流口水那位 對 愛自己名譽 你是客家一哥耶 客家一哥 泰哥好啊 大家好啊 爺爺 中西臭胎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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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胎寵 怎麼感覺到罵你 台灣啊 我搬掉錢啊 真的嗎 好 給很多賣 好 客家賣 難怪這樣好不願 陳光西都從北京 陳光西都從北京 這個風景 拼毫於飾 這是什麼 遮憲 拼毫於飾 好 好 希望各位今天能夠品嘗到 這個我們所有的美食好不好 好 好 王安晴今天來的第一個單語言美食 顧顧看 好 好 今天我們要請大家品嘗美中港 三地的三種甜點 是的 大家都知道女生喜歡吃甜食 但是男生也不遑多讓 對 那今天的剃出的甜點呢 我告訴你 保證你們大家都愛吃 好 今天推出的甜點呢 除了就是我們的主題叫做 夏日的甜點大集合 夏天的時候一定要吃剉冰對不對 對 除了吃剉冰之外呢 今天我們推薦的消暑聖米 也是很棒的選擇喔 好 馬上進行第一樣估價商品 紅酒冰淇淋聖代這道美食呢 是由Big Town美國冰淇淋文化館 所提供的紅酒冰淇淋聖代 它是由巧克力蛋糕 香濃的冰淇淋 酒釀的櫻桃汁 法國的紅酒醋 合成的特製甜點 它不管是在吃法上 還有視覺上 看正義絕 還有細緻的巧克力蛋糕 鋪在熱騰騰的鐵板上面 擺上乳香濃郁的冰淇淋 淋上酒釀一套汁 上冷中下熱的興起滋味 令人垂涎欲滴 再淋上香醇的法國紅酒 瞬間受熱 而四川的酒香 環繞在你空氣的子宮 吃一口 立刻就能夠體會 冷熱在口中 融為一體的奇妙口感 請問 這樣一份紅酒冰淇淋聖代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鼓鼓看 請出炸 280 280 低一點 來 高 請出炸 250 250 太高了 太低一點 來 雅言 請出炸 200 高了 還是高 低一點 低一點 高四人請出炸 我們要拿了 160 160 太低了 太低了 170 170 加油 170 請出炸 180 太低了 太低了 太高了 我們的機會 Round 2 我們請出炸 270 170 太低了 高一點 200 200 270 170 90塊 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恭喜你答對了 恭喜你 我頭好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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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小鐘獲得 我們的紅酒冰淇淋聖代 OK 現在可以吃嗎 可以 吃品嘗 我自己一定要 少 有酒無味道 我可以講 那鐵板是熱的 然後上面 熱的上面是那個 巧克力蛋糕 去煎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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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火五重天的感覺 又熱又冷 整個人 敬喻在冰火五重天的快感裡面 整快感 太棒了 它底下是個小鐵板 上面破了巧克力蛋糕 而且有淡淡的紅酒香味 這個搭配起來 感覺上自身在巴黎的味道 巴黎的感覺 好法國就對了 小鐘哥 如果有心臟病 你可以讓我吃一口嗎 我跟妳講 因為每次私底下還想吃嗎 小鐘哥 我會把它吃得很乾淨 我病人 病人不可以吃這麼多 可以吃一口 我心臟冰到角度 因為我的失誤你才可以吃得到 對啊 你怎麼會沒猜 對 我也到你剛剛好可以吃 對啊 我失誤了 沒有聽聽說 可是你失誤是個常態 你說一下那個巧克力蛋糕的感覺 巧克力蛋糕 它因為是用鐵板炸的 炸的 堅固 堅固 所以它一直保持它的熱度 很少可以吃到這個蛋糕 可以一直有熱度在裡 所以這樣熱熱的 配合這個冰淇淋冰冰的 整個融化在一起 感覺上有初戀的感覺 好會心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好 非常恭喜小鐘 非常感謝 感謝 好 來 接下來 還有另外兩樣甜點 大家請不要錯過了 歡迎進行下一樣骨甲商品 這道美食是由 位於台北通話街的愛玉之夢遊仙草 所提供的 愛玉招牌冰 仙草招牌冰 以及豆花招牌冰的 中式招牌甜點組合 愛玉招牌冰的愛玉 是選用阿里生 高山野生愛玉 搭配的 檸檬 粉圓 芋圓跟湯圓 是夏日消暑聖品的最佳選擇 仙草冰加奶球 這個吃法不算新 但是這樣的手工仙草冰 你一定要來品嘗看看 加了芋圓 粉圓 小紅豆 這些是招牌西藏冰的最佳配角 豆花招牌冰 更是店裡面的 另外到人氣的甜點 豆花加上了粉圓 湯圓 芋圓之後 豆花的綿密讓你 絕對一口接著一口 請問 這一套中式招牌甜點組合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 高山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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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九 一百二十九 好神奇的數字 差一點點 再高一點 一百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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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一百 好神奇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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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準了 一十五 一十五 你夠了 你夠了 等一下 四百 好像打對了 不是 你都會 又要打對了 不能上你 不是 我告訴你 我每天去吃妳的愛玉滋夢遊仙草 我已經知道價錢是什麼 這因為我位置不好 我在第五個 莫名其妙 我跟你講 我在旁邊 我就看他一直吃 那我什麼時候才吃到 邀請哥 等一下 祕符不要怪父母 沒有 坐在威武室真的想要答對 因為我昨天在減肥 沒有 我昨天在減肥 沒有 我昨天在減肥 我昨天在減肥 我昨天沒有過問題 我覺得這是帥氣的 所以說昨天 放水打麻醬給你是對的 誰給你打麻醬 還有小湯圓 周周空運來台的愛玉 好激烈 最主要是湯圓 這個不會黏牙 很有嚼勁 我看得見你還一直在嚼湯圓 我的大師 這個 它這個冰水 有點酸 又不會太酸 所以一般 這個不敢吃酸的也可以吃 好吃 那吃一下這個鮮肉 如果不敢吃酸的 你說愛玉最棒 愛玉是最燒火 你不要啦 你看這手跟愛玉裡面還有一個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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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放肩 還放肩 很激烈啊 你還是用散風氣 很難 你有欠勉喔你 你 我 我 你上帝是派你來毀滅我們的嗎 再這樣子 再這樣子 我就取消你下一節打幾次給我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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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這愛玉進去口裡面 已經不見了 仙草要加這個奶球 對 仙草一定要加奶球 聽這個郭遜倫的 對 要加奶球 對 阿比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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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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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令人生氣了 你一定要加奶球 嘗一下這個仙草 Oh my God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芋 你看那小紅豆 好可愛 這個仙草口感剛剛的愛玉有什麼 一個是黑的 一個是白的 你為什麼會出去 沒有 我覺得仙草真的這樣過去的問題 它果然就糖到奶了 真的要配上這個奶球 它配上奶球之後 可以把整個仙草的味道引出來 然後又有點 又有點類似那個 旁港的拐鈴糕啊 哇 它這個豆花又糜糜 白泡泡 哇 你看這個豆花 好軟 而且是吹糖可破 破了嗎 破了嗎 還沒破 還沒破 純手工的那種感覺 很細緻 這個豆花真的很棒 好 恭喜小鐘 好 現在 先追到最後一題咕咕看了 現在請其他四位 有點堅氣的感覺好嗎 好 用點腦子 欸 用點腦子 進行三個咕咕看 好不好 這道料理呢 是由位於台北市東區的 唐朝甜品所提供的 港式糖水套餐 由這個木桶豆腐花 椰汁凍馬豆糕 鮮芒果凍布丁 特是鴛鴦所組成的 傳統的香港豆腐花 搭配上木桶有吃到口裡面 入口即化 而且還有淡淡的木桶香 椰汁凍馬豆糕 清爽的椰汁 加上特別 從香港空運來台的馬豆 芒果凍布丁 用的是最新鮮的芒果 所製成的布丁 是香港夏天不可或缺的甜點 搭配港味十足的 咖啡奶茶的組合的鴛鴦 讓你在台北街頭 也能夠品嘗到 正統的港式糖水 請問 建議靠港式甜品組合 價值多少錢 請各位Go Go Cut 郭先生 我第一個嗎 請出價 3200 720 很想扁你 聽下來 3200 我有道理的 我在拚Round 2 你在拚Round 2 Round 2的意思 3200 太高了 很明顯太高了 來 高山峰 太高啊 20塊 20塊 喂 這樣幾位 站著 不是兩個 P Round 2 P Round 2 P Round 2 我跟正在第一個背景有什麼 高一點 有什麼卡比 500 700 19 19是前面兩道以前的 P Round 2 P Round 2 高一點 700 700 7100 7100 多少錢 15塊 喂 真的 這個招式玩過了 對 不要這樣 來 700 不要往 就往 300 太高一點 320高 Round 2 P 不是人請出價 500 500 360 高一點 300 Round 2 你還是沒猜對 好 好 對 320高一點 400 400 太低了 400 再高一點 100 100 500 太高了 加油 好玩喔 小秋 不要 不要 450塊 多少錢 450塊 恭喜你答對了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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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太高了 你幹嘛用太高了 對啊 我形容詞都用完了 你們自己的特例錯誤 我還有P Round 2 所以為什麼四千五個價錢 是怎樣 總比你沒有形容詞 我們看一下木蟲 你現在味覺已經沒有了 綿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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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綿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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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 他在想 他在想 450塊那種盤子 太過分了 就是 就是很嫩的意思 配這個糖水不會太甜 一口一個 這刀有點像那個南洋的 那個娘惹糕的感覺 對 吃起來也是甜而不膩 有異國的風味 應該是 有異國的風味 趙哥 就趕一下 吃起來有膩而不甜的感覺 好吃這個 布丁 它這個好吃的地方在哪裡你知道嗎 它是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吃得到 我還不吃得到它是 這倒是昏倒 果肉 而且它是整個好像就感覺上很實在 整個是用芒果 不會像有的只是色素 它是整個吃得到芒果淡淡的香味 超好吃 洞鴛鴦 老闆在現場喔 聽說是你老闆開的店嘛 真的嗎 不要恭喜小冬可以品嘗到這道甜點 你會拿退通告 你應該吃飽了吧 我可以先回去了嗎 我已經飽了 你已經把甜點吃完了耶 等一下 待會兒我們馬上要上主菜 你還有辦法 可以 OK喔 無底洞 這下子是開胃菜而已 好的 馬上進行下個來源 放鬆 盤式銅盤烤肉 火烤兩吃的雙重美味 是讓韜家們去之肉物的最大原因 但是你知道這塊黃色銅盤 最早的功用是什麼嗎 廣告之後前的美食秀 不只讓你知道美味 更能夠讓你增長見聞喔 本項比賽以按鈴搶答為原則 來賓看完影片問題之後按鈴搶答 答對的來賓可以品嘗美味的料理 答錯就必須接受懲罰 媒體只有兩位來賓可以品嘗到美食喔 在三五好友或是全家聚餐時 總不能忘懷圍爐的魅力 但是你知道嗎 烤肉店可是進來大夥 一起聊天聚會的最佳驅助喔 不過面對白白款的烤肉種類 追求美食的你要如何選擇呢 今天全能美食搜查小組 特別為你準備了韓國的銅毯燒烤 保證讓你的選擇為糟筋喔 一聽到韓國料理 大家通常都會聯想到泡菜 但是在韓國 烤肉才是家家戶戶愛吃的主食呢 尤其使用黃色銅盤 作為工具的銅盤烤肉 更是韓國人的最愛 但是這圓嘟嘟的黃色銅盤 是如何演變而來的呢 無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嗎 這個韓國銅盤烤肉 這個銅盤是怎麼演變而來的呢 請大家想清楚啦 這個倒是很有事的一個題目喔 對 想清楚了嗎 小聰哥吃到打嗝咧 對啊 大家餓得要吃 他一直在那邊打嗝 很過分耶 而且他已經處在很興奮的狀況下 對 再嗨就對了 可以講答嗎 我吃苦 我嗨 我還沒講啊 一定要我說請講答之後 我剛講了 我說請講答就可以答了 來 一定是我會中的 加油啦 有聽過 韓國朋友好像有講過 那個以前是 煙泡菜的蓋子 然後 真的啊 因為 因為它蓋子放著沒有用 很可惜 所以最後就在上面加溫 然後當作烤肉的方法 而且它本身就有味道 如果烤肉的話 一定有把那個味道 烤至肉裡面 也有泡菜的味道 對啊 真聰明耶 妳說最近在友台主持的是什麼節目 KTV記者會 答錯了 嗨 謝謝小媽媽 歡迎你歸位 為什麼要 也許 跟什麼有關呢 也許 請講答 來 請講答 OK 我們抓到我們的時間囉 其實這個答案呢 跟郭世倫是有一點小小的關係 跟郭世倫有關係 這個東西是有歷史典故的 對 OK 你去過韓國對不對 我沒有去過韓國 但是我就是知道 要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銅牌搞得它是 那個 現在這個銅牌搞得它靠近 原型的地方是吐氣的 其實並不是這樣 你把它翻過來 對 它變成中間的凹陷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因為那是五千 他們的一種刑具 他們把為了拷問犯人 讓他必須的真話 把頭往那個銅牌中間壓著 對不對 好聰明喔 這個答案真的不容易想到耶 我講沒講的 他都會被烤焦 人肉烤焦都那麼香 何況是豬肉 牛肉 羊肉 配胖腸 這就是銅牌的用力 你騙我而說你沒有去過韓國 你一定去過韓國 答對 還是答錯呢 答錯了 謝謝高山峰 我們不是照順序的 大家是用搶答的好了 我還沒有說請搶答 請搶答 還有公司男人 喂 好壞啊你 公司人該不會是 我要親的同媒師弟吧 什麼 沒有 沒有嗎 高興哥 我去過韓國 我知道了 真的假的 就是因為啊 韓國啊 以前常年增長嘛 所以啊 他們都會把那個 我覺得那個同韓 北游來 應該是那個 馬車的那個人排 現在的鋼圈 才有輻射狀的跳狀 以前是沒有是整片的 真的嗎 對啊 所以這不是你講的 對 就是那種 對 就是老式的那種 玉蘭的那種 對 一定是那種贊助 對 都像 好聰明喔 我剛剛給你的提示 你馬上就猜對了 開玩笑 為什麼要用那種東西來烤肉呢 恭喜他答錯了 謝謝郭樹仁 前面有關於韓國 連年征戰這件事情講 你講給他問題 來 謝謝 你講給他問題 來 請講給他 有感覺 有感覺了… 加油啦 忙什麼 因為韓國跟蒙古很接近 蒙古人很善戰 所以蒙古人他們會去 攻打他們鄰國的韓國 然後跟郭士倫有什麼關係呢 郭士倫 諧音 郭士倫的士 士兵的士 所以 答案就是 因為韓國人就是 是 人家婆媳婦 是嗎 是嗎 人家婆媳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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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婆媳婦 賴雅妍答對還是答錯呢 美少年恭喜她答對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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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得到VIP寶座 那麼可憐 對 好冷喔 這是最新的流行的水霧嗎 請想答 是 博士倫 博士倫 我就不信你能夠答對 好 好 這一次我可以指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剛才就是剛剛跟戰爭有關的 是我還是抱 對 是我還是抱 是我還是抱 沒講的 其實是聰明的 但是呢 我給你選一下 好 它是盾牌 或是胸甲 或是耳罩 還是帽子 你選一個 欸 哇 玩耀器真的對你不賴耶 四選一 請做答 然後博士倫 到底答對 還是答錯呢 對 好 公司她答對 耶 我都知道了 好 好 請登上路邊攤寶座 對 我看一下證據的VIP寶座 好不好 好 好 小 據說 以前蒙古時代 蒙古士兵 所帶的鋼盔 後來演變成這個 目前的同盤烤肉的同盤 各位觀眾 你答對了嗎 哦 原來是因為蒙古人入侵韓國 才讓同盤傳入韓國的 才成為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韓式同盤烤肉 位於南京商圈的滿滿韓國料亭 可是老饕和韓橋思香油子的最愛 店裡所有傳統的韓國風味料理 都是出自老闆娘的精湛手藝 而在用料的選擇上 老闆選用的是特級沙朗 將沙朗用水梨汁 蔬菜汁和醬油先醃漬過 因為水梨的果酸能夠讓肉汁更加的軟嫩 蔬菜汁則可以完全提出牛肉的甜味 而醃漬後的沙朗 再經過同盤的燒烤 肉汁順著同盤的圓弧 緩緩流下與蔬菜融合 讓圍在同盤邊的各式蔬菜 都多了一份風味 另外再配上簡單的昆布醬汁 送入烤中時 所有的山珍海味 都會在你的嘴裡飄香喔 吃烤肉還有一種特別的吃法 是生菜加牛肉 加特殊的豆瓣醬 包起來大口地吃 對了…來到這裡千萬可別錯過 隨桌附贈的韓式小菜喔 以及單點的美味食鍋拌飯 和滋補養生的人森童子雞湯 保證讓你吃得到熱騰騰 辣糊糊的韓國美食喔 好 明白了吧 很難猜吧 太難… 太難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深度了 歡迎滿滿韓國料亭的老闆 岳永文先生 你好… 你好… 來 玉琦你好 你好 今天很高興的 帶來這麼好吃的 這個美味的韓國銅盤烤肉 對 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重點小菜有什麼一定要吃呢 小菜 蘿蔔泡菜 蘿蔔泡菜 你看這辣蘿蔔 白菜泡菜 拌豆芽菜 拌豆芽菜 請料理人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有沒有什麼秘訣啊 要怎麼吃啊 好不好多久可以吃 一般吃八分熟就可以了 八分熟就好了 不要太熟 太熟就不會老掉了 而且這個一定要配飯更好吃 配飯更好吃 這還有麵條嗎 這是粉絲 粉絲 粉絲 還有豆腐 洋蔥 豆芽 紅蘿蔔絲 香菇 還有青菜 青江菜 好 注意喔 肉烤的汁 溜在湯頭上 對 所以湯頭特別好喝 對 吃的時候用這個青菜夾這個肉 大口大口的汁 好 加一塊肉 要不要再加點什麼 喜歡吃蒜頭的 喜歡吃蒜頭的 加點蒜頭 喜歡吃辣的 再加點辣椒 辣椒 烤起來 喜歡這什麼醬 這什麼醬 味噌醬 味噌醬 韓國的豆瓣醬 韓國的豆瓣醬 對 大家一起吃 然後捲起來 恭喜賴雅鹽可以獲得 如果 如果你吃這樣的話 你知道第一名 可以吃到怎麼樣嗎 怎樣 Yeah Oh my God 不好意思喔 第二名為什麼差那麼多 不好意思... 好香喔 要進哥 這很不公平耶 來 雅鹽請出力 等一下 吃吃看 來 先吧 這個 對 包起來 八分熟的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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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夾在這個菜上面 好有零層感 好有零層感 對 真的嗎 加一點豆瓣醬 哇塞 這個蒜頭 什麼的也敢加嗎 OK 好 大口的一口吃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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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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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怎麼說 年紀這麼輕就這麼會欺負人 這樣不行 對啊 味道怎麼樣 快點 你叫我要換肉 快點 我要換肉 快點 快點 你喜歡吃蒜頭對不對 對 好 好 你也是三東人對不對 我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三東人 好 但我去過韓國 好 韓國是個好醬 韓國妹怎麼樣 韓國妹 長得很漂亮 韓國妹漂亮 很漂亮 吃一口 吃一口 沒過雞蛋 大口 老師那好了吧 很好喔 我看看 我看看 認知的說一下 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 牛肉 我從來沒有吃過 牛肉配成生菜 配那麼好吃 就是 菜有那種甜甜的 淡淡的菜甜味 然後牛肉也有甜味 加上豆瓣醬 豆瓣醬味道 把菜的味道 還有牛肉的味道 整個擠出來 我想到行中吃了 好不容易才想到 那個韓國烤肉 配上那個蔬菜 對 加上這個辣醬 對 原潤而不油膩 原潤而不油膩 對 清脆中 帶有一種保護感 會形容 我再加一下 再說 我覺得這種通胎口肉 吃三胎 真的都不會油膩 對 因為每一口 都紮紮實實 而且每一口 感覺都永遠 讓你們換人一心的感覺 來喝一下那個高湯 因為看那個肉汁 留下什麼湯 吃什麼湯 怎麼說 四個字 不是 哪四個字 豁人開朗 來 我們要謝謝我們今天的葉老闆 葉文老闆 葉文老闆 謝謝 謝謝 來 歡迎想吃同胎烤肉的 到南京東路易游好不好 好 來 第二題呢 要帶大家去吃 台南傳統的蛋仔麵喔 台灣和台灣不會都有蛋仔麵 為什麼台南的特別有名呢 為什麼呢 馬上來看今天的美味大蔬茶 第二題 笑 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台南古城 正飄著陣陣歲月城鄉的台南小吃 不僅是滿足味蕾的美食藝術 更是故鄉府城珍貴無比的美食人文產物 巨帆蝦捲 碗粿 肉掌 虱目魚丸 蜜餡 蜜餡 在琳瑯滿目的美食當中 有著在地台灣人無法忘懷的美食 那就是充滿故鄉風味的台南小吃 今天美食大搜查線 就要帶各位觀眾了解在地的台灣味 走在文化之城台南 隨處可見的百年老店 和充滿歷史故事的老建築 而老建築裡的各式各樣美食 卻是所有人小時候的回憶 位於台南市民族路的赤砍蛋仔麵 走進店裡彷彿穿越時光隧道 回到了六零年代 讓人有一種反普歸真的感覺 而且老闆帶人又親切 店裡的餐點更是極具巧思 深受年輕人的喜愛 只要一到用餐時間總是大排長龍 到底店裡有什麼魅力 可以信年輕人的光顧呢 台南赤砍蛋仔麵吃過的都說 讚 店裡的蛋仔麵 到底它有什麼特殊的做法呢 讓來店裡的客人總是無法忘懷呢 老闆在傳統的湯頭當中 加入了蔥以及干貝 老闆說加蔥是為了要把蝦子的腥味壓住 加入干貝則是要取代傳統的味精 美味的湯頭放入碗裡再放入蝦子 一碗美味的大米就完成了 甘甜的湯頭加上好吃的肉燥 絕對是最經典的台灣美食 但你知道為什麼傳統的大米 餐廳 桌椅都特別的低嗎 各位喜愛美食的觀眾你知道嗎 你想一次吃到最豐富多樣化的美味 加油嗎 不管你喜愛的是傳統的中式快炒 還是異國風味的沙拉冷盤 這裡都有喔 好 說真的大家一定都沒有注意到 我們去吃這個蛋仔麵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都要做那個很矮的桌子跟椅子 因為連老闆在賣也做很矮 到底為什麼這個桌椅會這麼的低呢 請搶答 賴雅妍 又是賴雅妍 有這麼餓嗎 很餓 剛吃過烤肉又餓了 這麼瘦 事情是這樣的 以前的人呢 他們吃飯農業社會 因為他們都有一家多元 所以一家大大小小都要坐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小朋友的腿比較短 不可能坐比較高的椅子 所以 為了一家團人 大家都做矮凳子 到底答對還是答錯呢 他答錯 來 你們兩個在幹嘛 喂 還沒有輸 有 講了 謝謝 等一下 待會兒我們自都讓你答錯 很糗 所以啊 所以啊 他們的板凳啊 不能坐太長的 也不能坐太高的 否則啊 這樣真的浪費物資 所以要一切以勤儉為主 原來是這樣喔 我們真的應該為了現在的物質富裕 而感恩 真的 要知福祈福啊 真的 恭喜郭士倫 答對還是答錯 答錯 答案是什麼呢 其實答 答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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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根本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為什麼 比如說Lounge Bar它有高腳椅 你吃蛋仔麵做這麼高 要死啊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它要做這麼矮呢 一方面我猜 是以前物質缺乏 另外一面 就是物質缺乏 就是用來做椅子的木材不夠 另外一方面呢 是你做得低 老闆呢 才看得到你碗中 失誤還有沒有 可以把你趕走 換下一頭啊 客人 好現實喔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喜歡你第二個答案 到底答對還是答錯呢 原因第一錯了 但第二個原因 也錯了 謝謝高三豐 來 這樣子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插不進來了 好 到現在還沒有吃到半點東西 也可憐啦 陳翔達 快…去 加油 去參與你小看看 來 不相信 你看他們有甜點 還有牛肉可以吃 我只能吃乾冰 非常的不愉快 你告訴我們正確答案是 對 因為啊 賣蛋仔麵的人啊 都要做生意那個成本啊 要花少一點 所以啊 他們就要訂那個藤製的椅子 就要訂得比人家短 這樣就可以節省成本 然後呢 我還記得我阿公阿嬤啊 他們跟我講說 以前的搭名沒有店鋪的 是用那個搭 砍在…就是那個 背在那個人的肩膀上面 然後扛到街上去叫賣 香港女子 所以… 怎麼都不知道 在齁 當他們見面 這樣講還滿有道理的 不然你說那麼高 背在身上多累呀 對 到底答對還是答錯呢 答對了 offs 小胖胖請登下 我們這一步好特別 你們這個選擇她是在那邊聊天 你們呢 小胖 小胖 沒問題 好 什麼東西 來 唱歌酒歌 她這個道理有點像那個麥陶輝的 就是她最早最古早之前 就是我家有沒有抬頭 有 有 最早之前就是拿一個小點蛋 就是有點像賣打飛的時候 那種蛋 最早就是連接間裡面有店員 所以說 就是蛋仔麵 為什麼豬尹這麼愛就是這樣給你 好 紫荷 紫荷 好 好 對 三位年輕人 答案應該蠻簡單的 我要看一下正確的VCR是什麼 我想知道答案 好 好 以前的蛋仔麵呢 都是挑著蛋子在賣 客人呢都會坐在那個蛋子的邊緣吃 所以呢 周圍會比較低了一點 原來是這樣啊 各位喜愛美食的觀眾答對了嗎 店裡不只有達米式人氣料理喔 還有另一道人氣料理菜尾湯 以前的菜尾湯 是把請客時吃不完的菜全部夾在一起煮 這一道菜雖然好吃 但是因為現在的衛生習慣改變 老闆保留他的做法 把材料換成可以讓人接受的食材 再用蛋仔麵的湯頭一起熬煮 充滿傳統風味又不是它的美味 吃上一口那種從來沒有的感覺 我覺得真是太美味了 店裡還有各式各樣的小菜 絕對會讓妳有媽媽的味道喔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子 來 節省 歡迎刺卡蛋仔麵的老闆娘 歡迎 來 老闆娘 聽說你們家的小菜好吃到不行耶 這個蛋仔麵是滿傳統的 對 好 那這個菜尾湯是讓一些 老年人呢 滿回味的 那這個 這個豬腳 這是用慢火稀熬 常常裡面台北的客人去 常常都是一鍋一鍋這樣帶回去 說到你們家的這個招牌的蛋仔麵 請教一下蛋仔麵 上面有一尾很漂亮的紅色的蝦子 可是我吃很多家 每家都放一尾耶 為什麼 這個有一點油來 就是說 一般的麵食的湯頭 它只是大補熬湯 對 那蛋仔麵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因為它是用蝦子去熬 蝦子去熬 對 做成它的湯頭 那再把剩下的蝦子呢 就是讓客人吃這樣子 那現在是不是請 陳女士我們試試看 而且你看真的好 好舒服喔 我現在是要煮第一名還是煮第二名 現在先煮第一名 先煮第一名 因為命運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已經放這個韭菜跟這個豆芽 哇 你看 好香喔 它是用那種竹樓耶 切切切切切切對不對 而且以前的客人都坐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而且都不怕煙耶 現在有一點改良 以前賣麵的都是雙桑 雙桑 現在都是美女的 那我們店裡面現在全部都是女生 很漂亮的 對 聽說貴店有 有三位漂亮的小姐 輪流固店 大家去吃麵 其實重點不讚吃麵 看我女兒 你有三千斤啊 漂亮漂亮漂亮 我這裡有妙道了 在哪邊 在現場三位好漂亮的女生啊 沒有只有帶一個來而已 我以為是公關 公司 還沒有結婚啊 還沒有結婚啊 還有那個有沒有哪一位 想到台南認識下的 會建議跟講話帶客家槍的交往 來 但決定也一圈不做了 他要去幫我們在裡面自身裝飾 好 謝謝我們的大姐 來 現在我們老闆娘已經放這個 冠軍VIP的DAMI 好 老闆娘那個叫什麼 油麵 麵啊 她自己也沒有吃麵啊 我們家的麵啊 美容的粄條 配合蛋仔麵的口味 對 但是才能是指我們這樣子做法 所以你們還就是 選擇了不一樣的這個食材 一直在創新這個對 不只有原來是油麵而已 一直在變 等一下那個美女喔 要吃的話等我一下 好 因為吃法要跟你講一下 他要講究的 他要講究的 那這個第二名就不需要了 差那麼多喔 第二名有沒有貢丸跟滷蛋 沒有啦 好 耶 蝦子有需要嗎 有啦蝦子 一定要漂亮那個蝦子 貢丸來一顆好不好 沒有啦 你已經看過大姐了 你甘願了 你甘願了 來…請自備 謝謝你 謝謝 來 食尚桌 就是你第一次要吃的時候 你拿起來先聞 因為它的特殊就是在香 肉燥的香味 對 那聞好了之後呢 你要用筷子 把中間那一處最有料的地方 夾起來吃 就一口 就你會吃到胡椒啦 蒜頭啦 肉燥啦 這一口就會讓你很回味的 就直接吃這一大口 這也是因為是上一代的 一直這樣傳下來的 那一般 你不知道耶 對 一般的人他們都不知道 先把精華吃掉 就會把它禍開了 那禍開就是沒有那種感覺 第一口的感覺 然後再喝一口湯頭這樣子 我口水快滴出來了 對 對 然後就像剛剛這種 這個什麼 韭菜 對 對啊 然後這個麵條的Q度 好棒喔 乖 不要哭… 我一吃就知道這龜 是不是倒進去 好不好 就直接這樣吃嘛 對 他吃東西也好討人厭喔 他真的很討人厭 他吃東西也很討人厭 他這個滷汁真的滷得很入味 而且他那個蒜末剛剛好 而且他這個板條 有我阿婆的味道 所以我跟這個笨蛋上阿婆 對啊 我們好像蘆筆訓標誘記 而且最主要這個 沒有人要理我們 加坡的東西很奇怪 誰無符 吃了一口味想要再吃第二口 就是因為蛋餅是亮的 W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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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鮮喔 老闆娘 可以… 老闆娘 這個湯頭為什麼會這麼鮮 你用了蝦還有用什麼 用干貝 干貝啊 洋蔥 洋蔥 很多東西 你這個購丸有沒有過 怎麼味道這麼好 你怎麼可以吃到購丸 他購丸從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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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生氣 畢竟他們答應提醒了 好 謝謝鄭老闆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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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 你看你忙完了 我待會兒可以慢慢吃啊 你願意回來了 好好吃 我們要看看今天特別計劃 秀 來吧 本項比賽以累積分數的方式進行 來賓看完題目之後 在小白板上作答 每答對一題得一分 累積分數最高的人 就可以品嘗到今天的美味料理了 走在台北街上 五步一小吃 十步一餐廳 世界各地的美食 聚集在此 異國餐廳 特色小吃 夜市美食 讓台北市成為 名副其實的美食天堂 但在這裡 有另外一種 讓人無法抗拒的吃法 那就是不管任何料理 都任你吃到飽 但是吃到飽要怎麼吃呢 不僅能夠吃出美味 且又花得心甘情願呢 今天美食特別企劃 就要帶各位觀眾 跟著我們的腳步 去大開吃街吧 位於人來人往的 林森北路六條通口的梅子餐廳 擁有著三十五年的歷史 是傳統台菜的代表 許多國際巨星來到台灣 都指明要來到此地 一場台灣道地的美味 口味多變 傳承老師傅的手藝 台灣古早味就是這裡的特色 來這裡推薦你一定要嘗的就是 洋燒排骨 精選的上等豬肋排 切塊之後放入胡椒 米酒 蛋 太白粉 番薯粉 一同攪和 攪和好了之後 再放入鍋中油炸 等熟了之後 放入砂鍋當中炒 再加入特調的醬料 店家強調他們的醬料 可是老師不精心調製的 吃起來酸酸甜甜 非常特別 最後再撒上芝麻 美味的洋燒排骨就上桌了 排骨非常有咬勁 味道還有一種乾乾甜甜的感覺 喜歡美食的觀眾 你一定要來品嘗品嘗 這是餐廳吃到飽菜色 有87道菜 有台式 海鮮 各式各樣 甘油都有 歡迎各位來品嘗 脆皮雞腿也是店裡的 另外一道招牌 把雞腿放入特製的醬料當中 醃製六個小時 曬乾之後放入鍋中油炸 等到炸成金黃色 就能夠起鍋了 還有廣受女生喜愛的 芙蓉繡球 最具台灣風味的印之科 來此必吃的蛋仔麵等等 你絕對要來親自品嘗品嘗喔 問題來囉 在中式料理當中 有一道四川名菜 宮堡雞丁 請問宮堡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無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嗎 好 其實呢 一般印象中去吃到飽餐廳吃呢 很少吃現炒的對不對 對啊 但是如果是吃中菜的話 如果不吃現炒的 就失去那個味道了 對 所以呢今天我們要推薦的 吃到飽餐廳 都是現點現做特別好吃的 吃到飽餐廳喔 大家什麼想吃 是 但是首先呢 要先答對今天的問題 今天最高的人才能夠吃得到 是的 這一題答案就是呢 到底四川名菜宮堡雞丁的 宮堡 很妹啊 宮堡是什麼意思喔 其實呢你們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同樣類似的菜色 菜名 比如說 比如說左中堂雞 豬東坡肉 很多 但是我建議的 我暗示的不代表是正確的答案 但是你們可以往這個方面想想看 請公堡答案 邀果仁的美名叫做宮堡 對 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說邀果它的別名叫做宮堡 因為它不是指那個邀果仁的意思嗎 雞丁就是雞塊丁嘛 那宮堡指的是那個邀果 有道理喔 來 好 下一句 你覺得是官名 是官名 我也覺得是古代的官名 怎麼說 因為不知道的感覺 好像是宮中太保的感覺 因為你剛剛說左中堂雞 然後什麼什麼 以人來命名 那他可能用一個官位的名稱來命 所以你認為是官名 以主持人 這發音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見得全部是 這不是誤導喔 來 正公之寶 怎麼說 可能以前在古代 那個在宮裡頭才能吃到的菜 公堡公堡正公之寶 一般平民百姓不能隨便吃的 可能是只有皇上或是皇 皇清貴族才吃得到 沒錯 所以取諧音公堡 很有道理 來…高山峰 大長頭 這些都是官名 因為剛剛前兩位跟我一樣是 答案是官名的人 他們講的實在是不夠肯定 怎麼說 肯定的就是呢 這個宮堡 這兩個字啊 就是官名的意思 就像用這個太父啊 校尉啊 太保啊 司空啊 司馬啊 少保啊 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個人 他的官名剛好做到這個 他的官位剛好做到中堡的話 校尉 教尉 應該是念教尉 教尉 所以他的這一道菜 如果是他發明 他就叫教尉雞丁 或是教尉魷魚 或是教尉臭豆腐 這個答案極有可能是真實的 真的嗎 因為大家有沒有吃過 上校雞塊 有 漂亮 上校 答案主持人的謀及 不代表本來的立場 這個就很明確了吧 對 上校雞塊 好 歡迎答案什麼呢 我來看看正確的VCR 笑 公保是清朝的官名 是為了紀念清朝名人 丁寶貞而命名的料理 因為丁寶貞曾經擔任 當時的宮中太保 由於他喜歡 在料理當中夾入雞丁 在吊仁四川之後 又夾入大量的辣椒 後人為了紀念它 所以將這一道菜 命名為公保雞丁 各位觀眾 你猜對了嗎 來 果然跟我的上校雞塊 有異曲同工之料 有沒有 它是清朝廷堡 真的官名 來 恭喜 賀高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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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蔡惠達隊 恭喜了 各得一分 好 首先呢 三位給評論到 我們請我們的Show girl 來 最後積分的人 最高的人 可以吃到所有的 真的假的 但是呢 現在每一題的人 可以先品嘗到 該題的這個美食 先品嘗到它的小小的滋味 小小 但是小小的滋味 也代表了已就大盪的情況 來 各位請品嘗 好香喔 看一下艾哥 口感怎麼樣 這個雞我覺得是土雞 所以我覺得這吃起來 嚼勁特別夠 而且它那個辣的味道 進到雞肉裡面去 對 好吃 他們都用四川的那種大辣椒 這個雞肉一定是 特別選雞的一個部位 它那個辣味其實 深入到它另外一個配菜 花生 對 真的 你知道嗎 公寶雞丁裡面 一定要有這個花生 所以你吃這個公寶雞丁 要吃辣 並不是直接吃辣椒 而是吃它的花生 因為如果真的厲害的廚師 他會把這個辣椒的辣味 炒進花生裡面 讓它入味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吃到的 企劃 Part 2 想要品嘗道地的日本料理嗎 但又怕價錢超過預算嗎 位於台北東區 敦化南路一段上的小村日式料理 店裡採用吃到飽的方式 而且全是使用最新鮮的食材供應 老闆每天都從港口直接進貨 所以當你來到這裡 一定要嘗嘗店裡點菜率最高的料理 新鮮生魚片刺身 海鯉魚 旗魚 夾納魚和鮭魚等四種 不同的口感 相同的新鮮美味 入口可以感受油脂的滑嫩鮮甜 在這炎熱的夏天 絕對是你最佳的選擇喔 我們這邊總共有68道的料理 生魚片是最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歡迎大家來品嘗 選用魚卵和鮮蝦等變化豐富的材料 所製作而成的人氣綜合手剪 是來到這裡的第二選擇 烘烤到恰到好的海苔片 加上鮮蝦的蘆筍生菜 吃起來絕對讓你元氣大增 還有來店裡必點的炸明蝦烤香魚 搭配蔬菜炸物 減輕它的油膩感 花壽司 烤牛小排 酒孔藥味等等 這麼多美味的料理等著挑戰的味喔 問題來囉 品嘗日式料理有五道烹調手法 脆身 燒物 蒸物 鮮腐 炸物 請問要怎麼吃才能夠吃得多 又吃得好呢 無法抗拒美食的你知道嗎 其實有很多人 我們去吃吃到飽餐廳的時候 大部分的人都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對 那就一直吃一直吃呢 一方面呢 沒有吃得很多元 第二個呢 就很容易把自己的肚子都填飽了 麻煩那個第二位不要再打嗝了 不要再打嗝了 要炒麵子這樣 這樣不太禮貌嗎 太飽 太飽 真的喔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怎麼樣 在吃到飽餐廳裡面吃 又打嗝 又打嗝 吃的有層次 吃的有精神 把日式食物的精神吃出來 是不是要 下面呢 我們介紹五種 日式的烹調手法 好 但是他們呢 是有一個順序 要照順序吃的 你看第一個是 刺身 燒物 蒸物 鮮腹跟炸物 這是日式烹調的五種方式 調理方法啊 到底怎麼吃呢 好 現在已經做到完畢了 好的 請翻正面 請公布答案 來 我們看一下 來 四 一 三 二 五 四 你覺得是鮮腹 然後是刺身 然後是蒸物 然後是燒物 然後是炸物 好 小鐘答案是 四 一 二 三 為什麼先吃燒炸 再吃蒸 你覺得 對 因為你這個蒸的東西 是最鮮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要最後來品嘗 然後整個回甘 那刺身不是給你寫嗎 你的意思就是 低潮 高潮 低潮 對 因為就好像一部電影 你不能一直都是床戲 就中間要來一段床戲 誰說這部電影一直都是床戲 那叫A片 那我一下白雲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雅顏 四 一 三 二 五 跟這個郭世倫是一樣的 好 像我姿勢一樣 來 你直接把這個名稱寫出來了 好 現在只有小鐘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是黑馬 因為你是黑馬 說明他說得很有道理 今天從頭到尾每一道 他幾乎都吃到 對 漂亮 到底掰他的是黑馬還是另外四匹白馬 好不好 來開正確的VCR 秀 要貴的綜合生育片下手 再來是吃烤箱魚 這樣吃得多才能回本 才是最聰明的方法 好 所以呢 是先吃先腹 然後吃自身 然後吃蒸物 就是口感呢 由清淡到濃郁 然後再來吃燒物 再來吃炸物 最後要吃炸的才會飽 所以我們要恭喜那一匹黑馬 其他以外的四個人都答對了 歡迎 來 這邊要提供四種生魚片 分別是這個 鮭魚 鮭魚 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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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莉 海莉一定要吃 還有一個鯛魚 給四位來賓品牆 歡迎我們的SHOW GIRL 謝謝 來 你喜歡哪一個 這是鮭魚 鮭魚 來 這是 我隨便 鯨魚 好 海莉一定要給這個雅爺的 海莉是最好吃的 來 這就是小潘潘你的是鯛魚 你都有筷子喔 有 這一身筷子本來是給黑馬的 他現在用不著喔 用不著 欸 現在呢 用三個字形容 你吃到這片肉 高山峰 先吃先飲 你的鮭魚怎麼樣 三個字 子不飲 老子不想吃 自己要吃才知道嘛 這也是個方式 對 鮭魚 你吃的是鯛魚怎麼樣 三個字嗎 三個字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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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 你是想不到 怎麼說 還是想不到這塊好吃 你聽我的表情我也是 哥哥哥 好吃 想不到 來 雅顏你吃的是海莉 三個字 海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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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上 小潘潘 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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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講得都不錯 好 現在目前的積分呢 小潘潘一分 好 這個 小鐘也一分 雅顏兩分 然後郭樹倫一分 好 高山峰兩分 最後 我們要進行的就是 吃到飽料理 Part 3 吃過了公保雞丁的香辣 日式生魚片的滑嫩 接下來全輪美食 需要帶您去品嘗 義式搖烤的頂級美味 我還沒吃過搞香蕉耶 我先來吃 不要連皮好不好 同學 同學 你連皮吃了 不要 吃下有點苦 真的假的 吃下香蕉吃一看 你怎麼了 好甜喔 他把那個香蕉 之前的香蕉都弄掉 不是 它皮果很好吃 特別引進意大利搖烤的技術 遵循意大利無法調製醬料 與烘烤的技術 意大利的烘烤技術 就是先把木炭全部燒紅 再把搖烤溫度加至200度 這樣放下去烤的肉 才是最美味的 意大利搖烤跟其他搖烤的 不同之處 在於它注重紅酒 以及香料的搭配 再用木炭慢火烘焙 搖烤出鮮嫩多汁 香氣四溢的搖烤美食 我們總共有72道菜 我歡迎我們來品嘗我們的 生蠔 生梨片 蘭花棒 還有我推薦的是 澳洲的袋鼠肉 店裡所使用的袋鼠肉 是特別挑選咬勁十足的後腿肉 而且一定要吃原味的吃法 才可以吃出它的美味 但是為什麼店裡的肉 都只烤至三分之一熟呢 我們肉類沒有烤全熟 是因為怕說後面的人吃到會 肉會老老的 所以就沒有烤 只有烤三分之一熟 而店裡另一樣招牌菜 紅酒牛肉 燒養牛肉加入紅酒 薰衣草 迷迭香 葵衣香 百里香等等 與橄欖油以及多種的蔬菜 一同醃製兩天 再用慢火烘焙燒烤 剛出爐的紅酒牛肉 就親切上桌囉 細嫩多汁的牛肉 一直是這裡行家必甜的美味 來到這裡白酒雞翅 茶葉豬肉 醬烤牛小排等等多種的菜色 工藝選擇 五十幾道菜色的沙拉吧 現烤現甩的印度甩餅 清爽可口的奶油白鮪魚開胃菜 因此這裡是喜歡嘗鮮的人 絕佳選擇 問題來囉 請問義大利料理選擇用搖烤的原因 是什麼呢 對美食無法抗議的你知道嗎 好 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義大利搖烤的這個功能之前呢 我們先請他們雅如 義大利搖烤這個老闆呢 我們來做現場做介紹 歡迎一位 吳柏青先生 妳好 好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好寫他的名字喔 他叫吳柏青 我好寫他柏青哥 老闆 接著來到現場呢 先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義大利搖烤的這個特色是什麼 他就是烤披薩那個搖 那種烤披薩 他們也有把肉放在旁邊去烤 會加很多香料 像我們公司的話 加了很多的迷迭香啊白蜜香啊 很多香料然後去醃泡 泡差不多兩三天再拿出來烤 所以它的醬料非常的特別 對 幫我們介紹一下現場的菜色好不好 也有帶薯肉 也有紅酒牛肉 也有白酒烤雞翅 也有茶葉豬肉 也有牛小排 也有烤香蕉 好 那幫我們介紹一下 聽說你們呢 還有進口的很多 這個我覺得就是店內超商的 生蠔…猛了 那麼大 猛了… 生蠔怎麼吃最好吃 等一下 這個生蠔呢 我們開了以後呢 先用檸檬水去洗 先用檸檬水洗一下 洗一下 然後呢 把檸檬擠在上面 這擠在上面 檸檬水跟檸檬汁 還是有落差的 最後加一點點的五味醬嗎 五味醬 五味醬 加一點點就可以 這樣非常棒 然後要大火的增下去 來 我要先來示範一下 等一下 沒有等一下 這個生蠔它有干貝有沒有 這個干貝是它的精華 所以說你要把這個地方給挖下來 用刀子把它割下來 所以現在它離開那個貝 好多水喔 好多水喔 這邊呢 然後再洞磁飯吃喔 我的天啊 洞磁哥 小心吃晚上光光滑飯 我的天啊 洞磁 只要新鮮 真的不需要料理就很好 對 真的 完全都沒有腥味 這個是竹棒 原說竹棒 老外他們說叫蘆筍貝 漂亮 那這個就是 這個是叫蘆花棒 蘆花棒 店內該不會還有鮑魚吧 對啊 這鮑魚啊 蛤 蛤 150塊吃到飽啊 我的天啊 來 這是什麼 這個這是喔 好像要打架 不是 特洛伊有沒有 這叫霹靂 店小菜來的 喂 老闆你還很愛演 老闆原來還是霹靂靂 那這個切到的話 我們單位是把刀子磨得很厲害 就是磨刀具 就這樣 哇 動作 示範一下 好不好 你看這老闆這刀法 非常厲害 好嫩喔這個肉 冒絲 汁都出來了 你看那個顏色 是粉紅色的 你看那個肉 很難看到粉紅色的 開玩笑 你趕快把它切下來 對啊 我們趕快回答問題 那裡面還沒答對 好 老闆這個意思我知道了 老闆你還是切下來好了 沒關係 好 這樣子 你們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味道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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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我腦蟲鞋 好嫩喔 我的天啊 淡水肉應該跟鴕鳥肉 是什麼低熱量啊 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對 就像牛肉跟羊肉一樣 它自己淡水肉 反映給它的香味 有一種特殊 好 重點來了 你們想不想吃啊 各位 來 準備要吃 請大家寫下來 好 義大利搖烤 這個為什麼用搖烤 大家有什麼作用 起碼這個答案寫下來 淡水肉是什麼 我覺得跟高熱什麼 淡水什麼感覺啊 是一種 是跟吃其他的什麼雞啊 牛啊豬啊 不一樣的口感 它很有彈性 它比雞肉還有彈性 老闆說是後腿肉對不對 對 對 對啊 你看它一直跳下去 它有一定特別好吃 好嘞 我們來賓請公布您的答案 來 小朋友 保留肉汁在肉裡面 這邊 好 小鐘 小鐘 他偷看我的好不好 真的會啊 並沒有 比較容易熟 你說 搖烤嗎 應該都是有 就是它整個包起來 360度 對…那就是裡面會比較容易熟 而不是外面已經焦了 裡面還沒熟 也是這樣的邏輯 來 就是 封之封味 YA 專業的名詞叫封之封味 就是把那個肉的原汁 封在那個肉裡面 高山封 其實就是 他們 義大利人他們特別討厭聖誕老公公 那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窯它本來是在煙囪下面 那他們就是為了防止聖誕老公公 偷偷跑下來 然後在窯裡面烤肉 我好想罵你兩個字 其實我不知道答案 我亂講都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 如果正確答案 現在跟你寫的答案有關係的話 那就糟糕了 我下禮拜就請 是不是 義大利人他們 那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窯它本來是在煙囪下面 那他們就是為了防止聖誕老公公 偷偷跑下來 然後在窯裡面烤肉 我好想罵你兩個字 我其實我不知道答案 我亂講的可以吧 可以不可以 如果正確答案 跟你寫的答案有關係的話 那就糟糕了 我下禮拜就請辭這個答案 來…我們還是要公布一下 正確的答案 好 正確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的PCR Shot 我們養卡的特色呢 是在高溫呢 把那肉汁呢 還有肉呢 濃縮在肉裡面 烤起來肉呢 肉汁又多 鮮的又美 而且非常的棒 老闆特別推薦的 來到店裡吃到飽必殺秘技 是什麼呢 那就是義大利泡菜 吃起來酸酸非常爽口 可以驅除吃肉的油膩感 看這裡各式各樣的美食 讓這裡的客人 有一種夾雞燈八口燈的感覺 好棒 來 恭喜小媽媽 恭喜小鐘 以及恭喜郭忠祐 都得了一分 是 來 我們現在公布最後的積分 小鐘一分 兩分 小鐘兩分 賴雅演藝兩分 所有人都兩分啊 對 賴雅演藝兩分 來 恭喜各位 都能吃到的所有的品食 恭喜 來 請來 來 十大班 這是個完美的結局 好厲害 各位 來 先吃吃看高山峰 高山峰 牛小排 高山峰 牛小排 怎麼樣 沾一個醬 牛小排 多少錢 蘇阿 請吃 牛小排雖然它烤得比較熟 但是它裡面啊 口感很棒 就是真的是把肉汁啊 還有它的那個香味 全部封在裡頭 你看 這個橫切麵 這個橫切麵 這個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小鐘你們吃吃看那個白酒雞翅 這是他們招牌 好 其實雞翅要用刀叉吃是蠻幸福 但是可以直接用手拿來殼 客家一哥這麼豪邁 開玩笑 他怎麼當一哥啊 怎麼說 這個雞肉感覺像 它那個白酒很入味 吃起來有點甜甜的 鹽果 對 它這個醬汁也很好吃 吃起來好嫩 叮咚叮咚 現場有沒有人想要吃 袋鼠肉的各位 袋鼠肉好了 來 真的來了 在餐廳吃也是這樣子嗎 對 還有專員的道府服務 專員道府服務 對 到桌前服務 來 其實你看那袋鼠肉的那個 切麵很漂亮 對啊 看起來肉很嫩有沒有 這袋鼠肉吃起來 比牛肉更有嚼勁 很有彈性 小麻煩吃吃看 吃完了之後什麼口感 對啊 它每一個地方都有肉 然後又帶到筋 還有帶到一點皮 所以它那個口感就是 又嫩 然後又Q 又融合在一起 對 又這樣咬下去 就馬上會斷掉 不會像有一些肉 好像咬不斷那種 像在咬掉的那種 好棒喔 好吃喔 雅妍 你怎麼從頭到尾都沒說話 因為太好吃 我在死命吃 沒時間說話了 沒有 它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吃起來 有點像豬肉的感覺 帶什麼味道 很像火腿 很像火腿 它吃起來有火腿的香味 真的嗎 而且越嚼越香 接下來呢 接下來有一個 吃很特別的 就是烤香腸好了 不是烤香腸 烤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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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小姐,請上烤香腸 我從來沒吃過烤香腸耶 我先來吃好了 不要連皮好不好,同學 同學 你連皮吃了 不要 吃起來有點苦 真的假的 你不是直接切一段 你不能吃啊 你不能吃啊 那些失戀的人 才在吃好了 香蕉皮都能吃 要不要有點苦 要打敗還是... 好經典的一句話 你不能吃啊,老闆 你不能吃啊 對,我以為說 剛剛這樣還不錯啊 你先把它吃掉 把它乾淨 來,吃一下香腸 吃吃看 你怎麼了 喔 你看 好甜喔 它把那個香腸 那個之前的食物都 都瘋掉了 你不要知道 那種很甜蜜的 你在吃什麼 喔 不加皮果也好吃 你不覺得 好吃香腸 等一下先吃皮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吃啊,看 火龍也夠吃了嗎 好,我吃,我吃,我吃看 好痛 沒有皮 沒有皮果也好吃 真的 而且我覺得吃這個熱香腸 一定要加什麼,你知道嗎 冰淇淋 奇怪 沒有試過烤香腸這麼好吃 從來沒想過 它烤過之後它的甜味 示範得更清楚 而且呢,它綿綿密密的口感 它也是入口即化對不對 它在舌頭裡面是這樣 溫溫熱熱的 好好吃喔 那個,對啊 這樣,比那個打拌的感覺 好 有這麼嚴重嗎 我跟你講 是跟打拌那個男生 技巧不好 是 對啊 可是分到香蕉皮對不對 對 郭世倫,有不利嗎 證明說打拌比這個好 快點 對啊 因為我會怕有腦筋掉 你應該看誰會這麼住 來,我們要 好,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五位 謝謝,恭喜 也謝謝 謝謝我們的國慶哥 謝謝 謝謝 好 受到我們吃到飽的 吃到飽餐廳去吃它 真的是一種享受 不過如果你吃得太飽 吃到需要用到健保卡 那就不太妙了 對 所以我們要吃得飽 也要吃得嚼 更要吃得好 最重要的是呢 每個禮拜都要注意一點 同一個時間都要收看我們的 全能美食笑 好 拜拜 拜拜